师傅 唐僧 二位仙童什么事 什么事 看你像个长老 没想到你是个图毛贼 仙童 有话慢慢好讲 怎么会出口伤人 你们偷吃了我们的人生果 都怪我们出口伤人 刚才拿来给你吃 你装作害怕 不肯吃 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阿弥陀佛 仙童 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 哪里还敢偷着吃 仙童 不要错怪了好人 我错怪 你不曾偷 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徒弟们 师傅 不怕 师傅叫我们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去 莫要求 可千万别说 徒弟们 快来 师傅 饭快好了 不是问饭 他这冠里有什么人生果 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我老是 我不知道 我没看见 笑就是偷果子的 笑 什么 阿老孙生就这副笑容 难道你惯离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师傅 师傅 他 无空 师傅 出家人不说谎话 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师兄 师傅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 师傅 是这么回事 是八戒 是八戒 听他两个说什么人生果 他也想尝尝心 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 我们弟兄妹人一个 去了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 却媚着良心说三个 还说不是贼 四个 好 你偷了四个 你给我们分了三个 你藏起一个 你拿出来 二兄 我只摘他三个 不对 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 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 只剩下22个果子了 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对 悟空 到底摘了几个 我只摘他三个 没摘他四个吗 不对 四个 明明是四个 你还撒谎 胡说 后哥 你就如实招了 你别抵赖了 二兄 秀得到来 徒弟 到底摘了他几个 师父 是三个 不对 四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就是四个 你这个和尚碰了东西还损硬 好 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蝉牢 值个想偷嘴吃 五空 不得无礼 送你个绝后祭 我叫你骂 你骂 长老 二兄 醒一醒 贫道起手了 贫僧还礼了 张老从哪方来到何方去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从东而来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 万寿山武庄观便是贫道其职之所 不曾路过 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你这个婆婆 你瞒谁 你打倒我人生果树 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人 趁早还我出来 我怕得有考虑 再让我看我们赶紧 你胆子到了 先打哪个 唐僧 唯师不遵 先打他 慢着 偷果子的是我 师果子的是我 推倒树的也是我 和我师父无干 怎么不先拿我倒去打他 这波后倒敢作敢当 好 打他三十命 太少 师兄 才怪唐僧炫教不严 纵徒行凶 打三十命 先生又错了 我偷果子时 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 他一点也不知道 纵有教训不言之过 我当弟子的也该替打 还打我 这波后虽说狡猾 什么话 倒也有些孝心 还打他吧 师父 师父 我来了 悟空 徒弟 师父 我们走 半斤 师兄 快救我 来了 走 快点 跟上 快点 师傅 壮 monte 跟上 快走 师傅 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快走 又来了 快走 八戒 油都滚了 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让他们吃完饭带死 闹个饱死鬼也好受点 法孙悟空 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 为我人参国术报仇 师兄 我不是给咱们饭吃 是要吃你 快来 是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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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不要这么坏了 是吧 都太漏了 你这猴头 逃便逃了 咱们还打破我的锅 也罢 饶它去 徒弟们 师傅 另换一口锅 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慢着 师傅 炸我师傅 没斗的油水 炸那个肥头大耳的 孙猴子 你怎么净突着烧主意里 你这个破猴 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你遇着我就该倒灶 干我善事 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 怕污了锅脏里油不好调菜吃 现在我干净了 别炸我师傅 还炸我 孙悟空 我知道你的本事 也听说过你的英明 今天你再有本事 也逃不着我的手去 就是见了如来佛祖 也得还我人参国术 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 好小家子去 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好大口气 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 你若依活我的宝树 我就和你八拜为交 皆为兄弟 好好好 找医术的方去 你若依去不回 得有个限期 几天 三天 三天就三天 我师傅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整 三茶六饭不可欠欠 若是饿瘦了些 老孙可不饶你 尽管放心 老孙去 老孙可不饿你 惹事的火猴 那真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 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 悟空 老孙可不饿你 你看 你一天 那些天 你已经想了 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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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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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天